奋之恩至死的真主之名,他们互相询问,询问什么?询问那重大的消息,就是他们所争论的消息。 绝不然他们将来就知道了,绝不然他们将来就知道了,难道我们又是大地如摇篮,是山蓝如木桩吗? 我曾把你们造成配偶,我曾使你们从睡眠中得到休息。 我曾以黑夜为目,我以白昼共谋生。 我曾在你们的上面建造了几层坚固的田,我创造了一盏明灯,我从寒水的游里降下庞陀大雨,以便我接他而生出白骨和草木,以及茂密的圆仆。 判决之日,却是指定的日期,在那日号角将被吹响,你们就沉穷而来,天将被开辟,有许多门户,山蓝将被移动而变成幻影。 火玉却是伺候着,它是被逆者的归宿。 它们将在其中逗留长久的日期,它们在其中不能睡眠,不得饮料,只饮废水和浓汁,那是一个实当的报酬。 它们的确不怕清算,它们否认我的迹象。 我曾将万事记录在一本《天经》里,将对他们说,你们尝试吧,我只增加你们所受的刑罚。 敬畏的人们必有一种收获,许多圆仆和葡萄,和良辱圆仲,年龄华裔的少女,和满杯的春泉。 他们在那里听不到恶言和谎话,那是从你的主发出的报酬。 充足的赏赐,他是天地万物的主,是智人的主,他们不敢向他诉说。 在今神和众天神排斑肃立之日,他们不得说话,唯一智人主所特许,而且能正直说话的人,才敢发言,那是必有的日子,谁抑郁。 谁就责取一个向他的主的归宿。 我的确警告你们一种临近的刑罚,在那日,个人将要看见自己所做的工作,不信道的人们将要说,啊,但愿我们原是尘土。 我一道的恩拉至实的语言。